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怎么样 除了太想你了 其他都还好 你真的还好吧 我唯一不好的就是现在没办法跟你见面 我太想你了 而且 我现在这个状况 邝总也不让我跟你见面 但不是永远不见的那种 就是这段时间不行 嗯 还有呢 没了 你能理解公司的安排吗 我为什么不能理解 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我有什么好意外的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现在啊 就算你们公司发声明 说咱们两个分手了 我都不会意外的 因为我知道 那都是假的 冬阳 关于你们公司的任何决定 只要是对你好的 我都不会反对 你工作这方面我帮不上你 所以你都要听公司的 还有啊 我这边我会处理好的 你不要担心 我不想成为你的压力 你也千万不要把我当成你的压力 好吗 好的 我刚刚真的是虚惊一场 怎么回事啊 我差点让警察给带走了 被警察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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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了 我马上就要到一零零八的时候 还好有好几个服务员 硬拉着我跟我攀上 你猜的怎么了 怎么了 一零零八房间里面 有个女的穿着暴露 招票卖衣 直接被警察带走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 不是你说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能不后怕吗 就甭说带不带走的问题了 一旦上了新闻 我这辈子就都完了 明星还拍戏 小阳 小阳 你怎么差点害小阳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进去了 我怎么办呀 你现在要这么做人啊 行 行 行 这点事你怎么办不明白 亮哥 你别大动咱哥了 真的没关系 亮哥 我现在不是已经回来 站在这儿了吗 这事不大吗 多大的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没事 正中没事 这事不大 如果大的话我现在就 不站在这儿了 我就进去了 而且这事我真的不怪小阳 你飘飘气行吗 我长大之后我就会 经常想起这个事情 我总会想如果那个时候 要是我接起了爸爸的电话 他是不是就可以很平安 很顺利地完成任务 回到我的身边 再活着 相同的结局 相同的结局 我接起了这个电话 哪怕他回不到我的身边 我是不是都可以听到他最后的事 没想到他 我真的很想到他 没想到你心里压力这么多事 丧亲之疼是保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发现有的遗憾就可以弥补 但是有的遗憾一旦造成的时候 这辈子都没办法再弥补 您知道我有多想忘记这件事情吗 但是我根本就做不到 尤其是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 那种被人掐住脖子无法呼吸的感觉 那种让我窒息的感觉跟痛苦 就直到现在我相信了 太难受了 反正您都决定跟丁老师要离婚了 不如给丁老师一个机会 让他站在您的面前 把他心中所有 想要对您说的话 都让他当着您的面全部都说出来 不要像我一样 遗憾一辈子 愧疚一辈子 真的很痛苦 反正今天晚上嬷嬷也不在心啊 我觉得 您就让丁老师来跟你好好聊一聊吧 今天 他现在肯定是杜如如年 你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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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 干什么做好饭呢 来 一起吃 来 我来拿点东西 你怎么了 好啊 来来来来 挂点 我来取我外公的东西 我来取我外公的东西 我去给你拿去 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当然知道 坐 坐 好 看看是不是这个 这 这是我外公摔碎了那个糊的碎片 那碗糊吗 你把它锯上了 你把它锯上了 什么时候去的 你找谁去的 这样 咱俩 便吃便聊 好 冷了吧 没事 没事 干吗 干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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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 是 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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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吃点了 吃点了 我有喝了 我都喝不酒 我老爷爷就喝了 你又喜欢你啊 老爷爷 吃不吃我喝多 你关心 没关心 吃不吃喝吗 来 来 来 没有 哎呀 来我吃 我有人能给你电骂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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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回来 回来 怎么 要不要庆祝一下 庆祝是必须的 只是这件事 对我来说又是一件好事 也是一件坏事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哲理了 你想什么 公司都让我上通告呢 上通告肯定是一件好事 而且这还是我这段时间 唯一的一个通告 经济公司跟评估团队 他们让我在最安全的时间 出现在的大众的事业 也让我属于十项水 看看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接受 这是好事啊 那坏事呢 这还用问 坏事肯定是我没办法陪你了 手也拉不了 见也见不着 抱一抱 饭也不能一块儿吃 多无聊 多苦难 谁让你陪呢 每天在我面前话 我还嫌烦 你说你这个人 你前几天你还说 我儿子在你身边的话 你就私如涌泉 你现在又这么说 私如泉涌 对对对 私如泉涌 你现在你又这样说 你说你哪句话 到底是真的呀 你自己猜去吧 晚上想吃什么 我请客 对了 你还说那活动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 广告单元 试水的 好棒啊 但是话说出来 我也不知道 会有多少人能接受啊 宋洋 你只是经历了一些事情 什么都没有改变的 也是宋洋 那个独一无二的宋洋 宋洋 你是不是以为我抢你的 同个厂你的资源啊 这不赖我呀 要是你没有那么多负面新闻 谁能抢得走啊 这一切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自己造成的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你又怎么过来 宋洋 你落魄的时候 我对你还可以吧 别人躲着你 我是怎么对你的 你什么意思 恩将仇报啊 像你这种小的人 说出恩将仇报 这四个字了 我都觉得丢脸 你觉得你孔亮了 没有我的话 你能有今天吗 我再问你 谁每天 花钱 买黑粉 买黑通告来黑我 我跟童话彩排的照片 谁拍完了传给媒体的 谁花了五十万 买了我跟莫莫的视频 还有 一零零八跟一零八的猫蜜 你还在这装 你还不说 还在装 宋哥 我觉得你过分了 亮哥请客给你押精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你怎么能怪亮哥 要不是跟那么多女人搞暧昧 你通到我里面 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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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谁呀 我打人了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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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雅哪人了 人了 苏雅哥 住手 小绿把苏雅给我拉开 看什么看啊 都回上班去 我想和莫莫分手 才是解决这件事最好的办法 只有分手才是解决这件事最好的办法 莫莫是你的宝贝女儿 你看着她在网上被骂了 在生活当中被记者纠缠 被网民报复 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如果不是因为她跟我在一起的话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虽然你跟姜老师 从头到尾都没有责备 谁不能离去我 但我比谁都清楚 你们一定很难过 而我呢 我所谓莫莫的男朋友 我又能做什么 我给不了她幸福 我根本不配 你知道吗 什么叫配 什么叫不配啊 你以为莫莫好多理解 你为了把她牵扯进去 内心自责 我也能理解 但是你考虑过 莫莫能面对你们分手的事实吗 你们俩交往这么久了 遇见了许多的事情 感情上也经受住了考验 都扛过来 莫莫支持你 为什么 因为你值得的支持 你怎么到现在就退缩了呢 因为她已经替我承受的太多了 我现在可以不分手 可如果我走了 我根本不知道 我走了之后 我什么时候回来 难道我一直让莫莫等我吗 就算她等到我回来了 又能怎么样 我不想让她一直等一个 根本不知去向的 迷茫的人 没有方向的我 莫莫 请原谅我的自私 在这个时刻选择了逃避 如果莫天伦真的能给人带来幸福 我希望把我所有的一切都让她带给你 你要争取快乐 我也会争取 我 components 我 можно 还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说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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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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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 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颂扬 他明白了只有在这条路上 做到真正的取舍 才能够走出一条更长远的路 他问过我 我呢 只回了他一个字 好 可是 万一失败了呢 我曾经想过 也问过他 他跟我说 即便失败了 也不过再一次 从头来过而已 萌萌 宋阳呢 有自己的思想 有自己的命运 你没有必要过度地为他担心 至于感情方面 我想顺其自然 你说呢 感情的事 我都已经想开了 如果他能卸下 这份给他带来困扰的感情包袱 庆床上阵的话 那也值了 你自己在装坚强吗 好 你可以装 跟李俊们装 跟同事们装 跟所有的外人装 但是你在我面前就别撑着了 你是谁呀 你喜欢演戏 你是站在舞台上流光四溢的江夜 你 你跟我说过呀 演戏是你的精神支柱 我们有幸成为演员 可以演绎不同的人生 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生当中来体会 我们所有经历过的后 没有经历过的人生 你演戏的每一个角色是你 也不是你 其实 我们都不是最优秀的演员 我们演戏了人物 却没有从人物的身上来借鉴东西 来改写我们不完美的人生 尤其是我 我一直在伤害着你 我没有任何的奢求 让你给我时间来修补这个 我唯一的愿望就希望你 能看看这个剧本 这活解不解随你的心 这两天我也不走了 我想陪你磨磨 那看看剧本等你消息啊 你随便 后来发现 你电话早就被我删了 发门的密码 我没换了 不用了 就在这儿说吧 对不起 我接受你的道歉 你的发布会我看了 粉丝还给我送来的礼物 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你回来了 恭喜你 礼物都在这儿了 我觉得应该给你送过来 没有必要吧 有这个必要 我知道你在为 当初我跟你说分手的事情 在生气 没错 分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凭什么你说分手就分手 要分应该是我输呀 素杨 今天你就站在这里啊 我们分手吧 再见 再见 默默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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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没错 毫子 好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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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姐之前就跟你说过 这个角色呢 戏份太少了 这样 你回去呢 看另外一个剧本 原告席上的被告 项目也很好 姐答应你 一定跟你找 顶流女星合作 我演 你演谁 龙雅人 梁玉 你是没听明白 我说什么吗 松松 这个角色 如果改成龙雅人 等于戏份少了一半 我跟你讲啊 我捋了一篇剧本 如果他是龙雅人 他就只有十几场戏了 你想见你在这儿 苦练了一个月的 这个戏腔 这个台步 你都没有展现的机会 观众都看不到 如果你演了这个角色 你就不是男二号 是男四 甚至男五 你能不能懂啊 姐 这个我就在 从专业的角落上 跟你分析一下 罗团长跟我说过 这个世界 没有小角色 是有小演员 我师父也经常跟我说 能把死人演好 那么这个死人都有他的故事 既然导演保留了 梁玉这个角色 而且还有十几场戏呢 没有台词 我就当墨剧演了 我不会压抑 我去学不就可以了 就算他给我写死 我也能演 在这场婚姻中 我以为击垮我的事 世俗啊 诗和拉撒呀 攀比啊 等等等等的这些 琐碎的事情 我厌恶争吵 厌恶争吵完了之后 还要面对媒体绣纹癌 我也厌恶 江叶的咄咄逼人 再加上这些年啊 江叶老师的走红 给我的内心造成的 很多很多的压力 但是我恰恰没有考虑到 击垮我们婚姻的 是我忘记了 我当初选择江叶老师 跟我共同生活的 就是那份初心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好好的两个人 为什么走到最后 走到了穷途末路 我为什么不能相信一个 跟我相濡以沫 这么些年的妻子 我 我有点惭愧 我真的很开心 两年之后 可以以一个 全新的面貌和心态 站在这个舞台上 拿到这样的奖项 我很感谢 金汉花剧团 感谢罗团长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感谢我的师父 师傅 他们带我 一直都像对待他们的家人一样 特别是我的师傅 丁可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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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教会了我 如何做一个好的演员 如何演习 感谢我的经纪人邝德山 我说我不会让你失望 我送到了 我会继续努力下去 绝不辜负 您已是以来的支持 感谢这个时代给予我机会 真心感谢 雪花会融化 会消失 我再也不能消失 我再也不能消失 就算融化了 我也会融化在你的身边 凭什么你说分手就分手 你说和好就和好 就算是分手 要是我说 以后谁也不准备再说了 有你的美业 有我的美业 做我的美业 欣赏你的美月 如承你的唇Br 就让我万分你 让我为你着迷 在这际心 ран出击你 听我说 有你的美业 做我的美业 尉上你的美月 如承你的唇义 就让我万分你 让我为你着迷 在内心深圈留情里 听我说